美国还是没有忍住在非洲动手了 中国大量购买股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中国物资储备局突然宣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购买多达1.5万吨的金属股 以拥有国内储备 这是历史上单次购买股金属的最高纪录 结合刚果军最近的局势来看 我发现中国提前大量购买 估计也不是巧合 而是在下一盘大起 另一边的刚果军最近发生了一起未遂政变 首都金沙萨总统府遭到武装人员袭击 好在刚果军军方当天晚些时候就挫败了政变企图 政变领导者也已经被击毙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这次被逮捕的武装人员中有多名来自美国 尽管美国对这件事情表示震惊 极力撇清关系 但是这起事件到底是谁的手笔 想必大家有自己的判断 美国在干涉他国内政 大搞颜色革命的案例早就数不清了 更何况在1960年代初 刚果民主共和国首任民选总理 罗蒙巴残早杀害 大概率也是美国干的 当时不仅罗蒙巴被杀害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表示 美国通过CIA策划和操纵了这个事件 就连联合国新闻报道也表示 几乎可以肯定是美国人策划的 完全违宪 钢古金富含自然资源 特别是铜矿、金矿和骨等矿产 这些资源对美国和其他盟友的工业至关重要 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美军 这句话同样是用来形容 美军在掠夺资源方面 往往都是不招手段 试想一下如果这次钢古金正面成功 哪个国家会笑得最开心呢? 当然还是美国 美国作为众多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 在股资源的消费上也占据了重要位置 据数据显示 早在2017年中国的股消费就达到了5万对 约占全球总销量的一半 然而这么大的销量 中国的股储量却仅占到全球的1% 在如今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美国又是全力唯独中国的背景下 如果我们的股遭到国外垄断制裁 将对我国的股供应 股价格和产业链造成重大的影响 尤其是随着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全球各国围绕制作电池所需的关键原材料 展开了争夺 股这金属资源就变得更加的珍贵 现如今中国开始提前大量的购买股 就在给未来做打算 除了提前购买股 这些年为了推动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 中国还派遣了大量的医生和工程师 前往钢果金进行援助 两国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 2018年中非经贸博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钢果金就是中国的十个金牌合作伙伴之一 中国现在大量购买股 一方面是位于筹谋 保证股的稳定供应 而另一方面通过提前购买 一旦因为一些不可控因素 导致中国在海外的矿产项目发生变数的时候 也能避免动案期内陷入被动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再见